街道旁一名男子走路摇摇晃晃 跌跌倒倒 最后进一个重心不稳 往后扬倒撞上车辆 消失在画面中 这一幕吓坏后方轿车 赶紧停下车 也把画面PO上脸书 要提供给前车驾驶 就怕他遇上碰瓷党 车内视角再看到 男子像丧尸一样 自己跑去撞轿车 吓得驾驶下车查看 以后看着眼前痛苦扭动身体的男子 网友留言 这是传说中的碰瓷吗 他去撞车子干嘛 演技也太烂了吧 事发在25日下午2点左右 一名周姓驾驶 开车行进花莲国莲三路 遇上一丝碰瓷事件 也赶紧报警求助 警方对他实施酒测 发现这名潘姓男子 果然酒测值1.45超标 喝醉的潘男在附近工地上班 当天中午和同事 几杯黄汤下肚喝多了 才滑倒撞车 本案车辆是在停等红灯时 处完全禁止状况 所以并无招式责任 最难这下撞伤鼻子 还刮伤对方车辆 恐怕得负担不少费用 记者刘吉娇李廷西花莲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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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